新港匆全球出团928.5第何農地 遺失对万质汇气的沙头 机民很烦热 环境和水源会去让污染到 关于我们若千米 这就曾家川中曾天前的通报 是来会当看报局 到现场来采用上演 以后两星期到三星期来 就会知道结果 新港匆全球出团928.5第何農地 它是让人吞吞飞起的沙头 因为土地就在灌溉水源附近 让水一直把这些沙头 用灌溉高来免充 民众开始欢乐 有无量的警方 我们这个村庄 吃这个地下纸 再来我们走旁边的产 如果有毒 会无量在我们旁边的浪堆 拜浪堆就不可以争取 这种东西我们看来 从来就没有看过 所以经过川中 还有政代廟的欢迎 我们今天请我们看报局来取样 来检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如果没有毒 我们这里会让它继续吞 如果还有毒的味 我们心情证明 一定会强烈反对 有污染的东西来在这里 整天前传丢标识 差不多在两个白症状 就发现都在吞吞刷头的警方 而且这些刷头来完不明 也没像一般近做的刷头 为了让他们很放心 29号上午 环保局也到很专参与 因为下雨真的下很大 我们当天下午跟村长会同之后 确认这块土地 然后隔天8月15号 有再来现场确认之后 我们8月17号随即就已经通知 正式发文通知我们的地主 请他前来道案说明 那个地主为了要澄清 这个沙子的来源 所以他当下也配合让我们进行采样 那我们今天也配合来进行再采一次样 然后我们两个样都会送 送我们环保署指定公告的那个检测业者检测 既然科长喝三年之外 有问地主吞吞刷头要做什么 地主解采是想要在这里建营头和潮流 如果上阅的结果 大概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就会出楼 乎快解决传民的意义 德中华新闻也会有新港彩虹报的